富家千金一直叫嚣他不需要很多钱 而是需要很多爱 于是他选择和我换命 顶替我上了清北 还轻蔑地告诉我 这辈子都别想换回来 后来他被我控制欲强到扭曲的妈妈退学 而我顶着他的身份果断出国 严学多年后才回来 他哭着求我换回来 我笑着看他 你想说看多了吧 灵妖 哎 灵深 这是我替你买的牛奶 你赶紧喝吧 刚走进教室 就看见笑花正笑意盎然地看着我 他手里正拿着两杯牛奶 上面甚至还有一丝热气 最近这一个月来 他每天都要我喝牛奶 就连周末也会跑到我家 必须亲眼看着我喝下去 才算罢休 一开始 我以为牛奶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 可每次 都是他一杯我一杯 而我喝的那一杯随我自己挑 让我打消了许多念头 而且他一个富家千金 不至于给我下药吧 我点点头 有些唯唯诺诺的结果 伸出手时 笑花眼尖地看到我手上的手链 立即就发出了尖叫 他几乎夺过了我的手 天啊 这不是寺庙里最火的手串吗 听说这是求闻取星的 现在得排队两小时才能求到 钱都不好使 林申 你妈妈对你真好 好吗 我心里冷笑 上周五我和我妈说 要50块钱买西提侧 可没想到 他说凭借我的能力 不用西提侧也能考上 而且他有办法有门路 绝对能让我考好 转头就给我送来这个手链 如果这个手链 能够卖给那些有钱人 然后再去买西提侧 那就再好不过 我期待地看着笑花 他就是那个 可能付钱的大院种 你喜欢吗 要不我把这个卖 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尖锐地打断我的话 你居然还想把这个东西卖了 这可是阿姨的一片苦心 林申 你有这么爱你的父母 你应该感激啊 你怎么还可以把他们送你的东西给卖了 好吧 算我想多了 难道笑花不喜欢这串手链 可她现在这一副爱不释手的模样 我还真看不出来她有任何不喜欢 选择了今天的牛奶后 我喝得一干二净 比起我妈给我准备的简直食谱 显然这份牛奶更能让我精力充沛 她不知道从哪来的食谱 我的一日三餐都被包圆 其他同学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妈就已经拿着热好的菜 在学校门口等着 所有人都很羡慕 但他们却不知道 我妈做的东西有多让我沉默 只加了油醋汁的虾和鸡蛋 有些时候 甚至只是一根孤零零的黄瓜加酸奶 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做鸡胸肉 但只是水煮 对于正在冲刺器的高中生来说 这根本补充不了营养 我把牛奶杯递还给她 谢谢你 笑花玩耳一笑 你喜欢就好 明天我再给你带一杯 02 晚上回到家 我妈正拿着手机拍短视频 看见我回来有些生气 终于知道回来了 这都几点了 谁家女孩子晚上十点才回家 我放下书包 替自己辩解 现在是高三冲刺期 晚上增加了晚自习 走读的同学都住校了 我骑共享单车回来的 当然慢了一点 话刚说完 我就听到我妈尖锐的声音 不让你住校你还不开心了是吧 你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羡慕你 可以走读吗 她丝毫不给我插话的机会 还是说你想坐四个轮子的小轿车 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贪心 你这样是败家女 往后那些富家公子看不上你的 又来了 我早已习惯了我妈的话术 但凡是家里买不起的东西 她总说那是有钱人用得起的 但凡我说什么 她总能把思想拐到贤贫爱富上 也怪我多嘴 刚才就应该沉默寡言 不反驳的 我正打算洗漱一下睡觉 我妈却突然取出一套 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套装 在我身上比划着 这件衣服给你穿刚好 我低头看了一眼 妈 你给我穿这个干什么 我穿校服不就行了 校服本就是 我用来遮挡家境贫寒的工具 我说穿校服 我妈总不能说我贤贫爱富吧 可没想到我想错了 她尖叫 你马上就要成人礼了 你那些同学 个个穿的花枝招展的 不像个学生 你就穿我这件 保证让你同学都对你刮目相看 说不定还有家里 很有钱的男同学看上你呢 成人礼就在这周五 我深知我妈的德性 压根就没告诉她 还偷偷找别的同学 借了一套连衣裙 一切都商量好了 没想到我妈自作主张 让我穿这一身套装 我没有说话 她还在叙叙叨叨 小姑娘就是不懂得欣赏 这一套下来 花了我三百块钱呢 我平时都不舍得穿 给你穿你还嫌弃 以后别想从我衣柜里拿衣服 我没有任何反抗 任由她比划 她拍了短视频 开开心心的回沙发上 我回到房间后 拿出手机 查看她刚发的视频 岁月静好 家里贫寒 买不起新裙子 给女儿找一套贵的套装 没想到现在的小姑娘 还挺嫌弃的那无嘴笑 自从短视频崛起 她隔三差五 都要在平台上发视频 给我送饭要发 帮我上香要发 给我充共享单车的钱也要发 她流量不怎么样 每个视频的浏览量 也在两位数徘徊 可她却坚持着发视频 她坚信凭她对我的爱 从此以往 终有一天她能够成为 百万粉丝的大博主 然后直播带货 批我赚学费 只可惜她现在一百粉丝都没有 点进最新的视频里 评论区的头像非常眼熟 正是打扮漂亮的笑话 点开我妈发布的视频 底下都有笑话的声音 岁岁 好羡慕阿姨 如果能够成为您的孩子就好了 我妈回了她一朵玫瑰 毕竟是忠实铁粉 总要维护一下 我点开李岁岩 她主页置顶的一条视频 就是她忧郁的背影 加上一段伤感文案 大致内容是 她从小就没见过父母几面 陪伴她的只有金钱 而别的同学 却有爸妈的细心呵护 视频左下角是她的文案 岁岁 这不需要很多钱 这需要很多爱 我和上手机冷笑 我宁愿要很多的钱 也不需要我妈很多的爱 03 成人礼这天 李岁岩穿着一身昂贵的公主裙 成为同学的焦点 我羡慕地看着她身上的裙子 还没说话 就被我妈狠狠拍了一张 死女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就觉得爸妈穷 让你受委屈了呗 都说了我们家境贫寒 志气不短 那种花里胡哨的裙子买来 只能穿一次 多浪费 我收回看李岁岩的目光 正巧这个时候 班上了一个家境比我还差的同学 从我面前走过 我的眼睛又是一亮 她穿了一身连衣裙 肩上披着一个小披肩 在披肩上 别了一个亮闪闪的胸针 看起来闪烁极了 我妈的反应比我还快 彤彤 你怎么买了这条裙子啊 你家不是贫困生吗 阿姨 这是我妈妈拿桌不改的 不要钱 裙子也是邻居阿姨 特意翻出来 给我的 彤彤拉了拉她的小披肩 惊讶地看着我 今天是成人李 深深 你怎么只穿牛仔衣服啊 我不敢说话 我生怕我说错一句话 我妈就会在我同学面前 不给我面子 我妈呵呵 笑着没有再打理彤彤 她将我拉到一旁 你现在这个阶段 要跟人比的是学习成绩 不要老学他们 搞得花枝招展 骚里骚气的 说话间 李岁岩走到我们面前来 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这个时候 我妈像是要找回厂子 大声说道 现场也只有李岁岩 一个人会捧她唱 果然她说道 阿姨你说得对 我也想穿我妈妈 给我买的衣服 可惜我隔三差五 见不到我妈妈 如果阿姨是我的妈妈 就好了 说话时 李岁岩居然还掏出来 一杯牛奶 直接递给我 深深 这是今天的牛奶 我没有犹豫 一口喝了下去 毕竟之前她跑到我家 让我喝牛奶 我妈是知道的 不花钱的东西 我妈倒是积极得很 此时 我妈正拉着李岁岩 小姑娘你说得对 咱们就讲究一个传承 子承父业 女承母业 你们以后啊 要接过我们身上的担子 李岁岩被我妈的话打动 我冷眼看着他们两人 你一句我一句说话 心里冷笑 在将手中的牛奶一眼而尽 零四 深夜 我觉得浑身上下痛得厉害 汗笛自我的额头 一点一点低下 我不由得呻吟出声 我妈不耐烦地 推开我的房门打开灯 她踢了踢我 大晚上的吵什么吵 别人要是听见了 还以为我虐待你呢 我捂着我的胃 妈 我胃疼 她大声呵斥 胃疼就睡觉啊 睡着了就不痛了 在这里让人干什么 这可是富贵病 你怎么得了这种病啊 死了大晚上 还要带你去医院 她又不愿意带我去医院 甩了我一百块钱 让我自己去附近的医院看病 在把钱交给我时 脸上一阵心疼 一百块钱 恐怕还不够我买药的 我只好去把我爸叫醒 睡意朦胧的他 看了一眼手机 更是不耐烦 我一个月给你妈八千块钱 自己就只有两千块钱的烟费 你生病了 找我干什么 我哪里有钱 我妈则是靠在门框上冷笑 你还好意思说 你那些钱我不得存起来吗 咱们家吃饭也要用钱 喝水也要用钱 哪里能够掏出那么多钱来 眼看着他们两人要打起来 我默默离开家 捂着肚子在小区门口蹲下 兜里的一百块钱 我还是不舍得用 我准备缓解一下疼痛 如果好了就直接回家 再不好就去家门口 要店买两颗布洛芬 蹲着蹲着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打开屏幕 在外面干什么 听到这话 我瞬间毛骨悚然 她怎么知道我不在家 我没有说话 沉默让李岁岩更加着急了 我看到你妈发的短视频了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阿姨 现在都快高考了 还让你家里人难受 我的心终于放下一血 原来这是看我妈的短视频 才发现我不在家的 我刚才差点以为 她在我家的监控 又或者在我身上放了追踪器 李岁岩说道 行了 她到底仗着什么身份 在和我说话呢 不过 随即我就被疼痛吸引了注意力 我实在太痛了 没有办法去思考李岁岩的目的 那天夜晚 我因为疼痛 晕倒在小区门口 05 我努力地想睁开眼睛 却听到身旁有人在说话 铃声的全身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我不希望一个病秧子 成为我以后的身体 没问题就好 你真好 想着帮我换身体 放心吧 这件事 除了你和我之外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 互换的时间 我想好了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就互换 最后电话挂断 我又听到身边的人自言自语 像她这样注重成绩的 得知自己穿到了一个 高考失利的人身上 肯定会崩溃 上辈子 她不还讽刺我没考上大学吗 上辈子 李岁岩是在说梦话吗 她的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但是病房太安静了 无论压多低我都能听得见 我假装没有醒过来 一直闭着眼睛 可是她不再继续说话 过了片刻有人来敲门 大小姐 她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营养不良 最后我就听到李岁岩的讽刺 能不营养不良吗 她妈妈给她带饭多殷勤 让她分我吃一点 非说她妈妈做东西不好吃 活该营养不良 外面的人走了 李岁岩还在翻阅着我的体检报告 确定上面没有别的异常向后 才松了一口气 房间里大约沉默了几分钟后 我才缓缓睁开眼睛 一脸茫然地看向四周 这是哪 她走过来 你今天没来上学 我才知道你晕倒进医院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 害得阿姨担心 要不是我出医药费 你哪里住得上这么好的病房 我环顾四周 这病房又大又空旷 而且外面还有一间客厅 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VIP病房 我爸妈绝不可能会让我住进这么好的病房 有些时候我还真的很想感谢她 不过想起刚才她所说的话 我的后背就直冒冷汗 她想要我的身体 难道是要拿我去做人体实验 互换灵魂 这可是小说和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内容 李岁岩叙叙叙叨地说了很多 但再也没有提过互换身体的话 难道是我昏迷太久 听错了 我摸着还在疼痛的肚子 一杯牛奶递到我的面前 快喝了吧 下次别无缘无故不来上学了 06 从那天起 我总感觉身上不对劲 有时候觉得整个人都在被拉扯 有时候又感觉快要晕过去 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会儿就会消失了 一开始我还心惊胆战 到后来就被繁重的学业吸引走所有的注意力 久而久之 我就忘记了那天李岁岩所说的话 互换身体那都是渺茫的东西 对于我而言 考上一所号大学远离我妈 才是最要紧的事 在一天又一天的学习中 很快就迎来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高考结束的那天 我站在考场门外 看着身后的学校 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我妈突然凑上前来 你考得怎么样 你这次必须得比你表姐考得好 不然我的脸往哪个 刚考完试 我情绪还沉浸在题目之中 被我妈这么一骂 整个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这几门都行 就是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我可能算错了 我话还没说完 我妈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哎呀 真是个不孝女啊 高中三年 我天天给你做饭 送到学校里来 就是想让你好好学习 没想到 你连这么简单的题都答不出来 你让我的脸往哪个 哎呦 我真是命苦 嫁了一个穷鬼老公 本来想让女儿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现在全砸了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容易吗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背着书包 整个人都陷入了窘迫 人来人往 有不少孩子的家长 都盯着我们看 而与我同考场的 还有不少我同学 我和他们关系都很好 现在大家都盯着我看 我几乎抬不起头来 这一刻 我突然想起李穗岩所说的话 会在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和我互换身体 如果那是真的 那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摆脱控制欲极强 还拥有表演型人格的吗 以及什么事都不做 只会享福的罢 可这个世界上 哪有互换身体这种事 零七 可这个世界上 真有互换身体这种事 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沙 照射在我脸上的刹那 我就知道 我们两个真的身体互换了 我家坐南朝北 一年四季都不会有艳丽的阳光 更何况 我的房间没有窗户 我从床上坐起身 还没有等我完全适应这具身体 枕边的手机就响了 来电显示 铃声 我忙不迭接起电话 在电话拨通的那一刹那 我听到了属于我的声音 发出来令人恐惧的笑声 他说 铃声 不对 从今天起 我应该叫你李穗岩 没想到吧 你辛辛苦苦苦花了这么多年 这么努力的学习 却便宜了我 你爸妈对你那么好 你一点都不珍惜 现在他们就属于我了 我张嘴却半天发不出声音来 李穗岩还在继续说道 你的清北 你的爸妈 还有你未来的公司 全是我的 你妄想我们互换回来 这个魔咒一旦启动 就绝无逆转的可能 你还不知道吧 你每天早上喝的那一杯牛奶 就是我们身体互换的关键 呵呵 你就等着吧 这辈子换成我嘲讽你了 我半句话都没有说 李穗岩就挂断了电话 我走到穿衣镜前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一头乌黑亮丽 丝毫没有营养不良痕迹的秀发 安静地垂在我身后 将头发挽起 还能看到细长的脖子 还有完美的锁骨 没有痘痘的脸颊 没有拿笔变形的手指 没有小时候不小心摔倒的疤痕 这具身体对我而言 是我曾经想象中的自己 从今天起 我就是李穗岩 我是李穗岩 一个爸爸常年飞来飞去 进一跨部公司 没有丝毫父爱母爱的附加千金 我没有很多爱 但我有很多钱 08 现在我是李穗岩 我注销了她的社交账号 又注册了新的 更新了所有密码 再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全扔出去 换上全新的 即便是这番折腾 花了不少钱 新父母也没有发来消息慰问 别墅里还有几位保姆 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但他们很高兴 因为我不要的东西 全让他们带回家了 我这次高考没考好 这些东西不想要了 李穗岩 现在该叫她临身了 她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 她从头到尾都想着和我互换身体 在最后几次模拟考中 成绩一落千丈 几乎是年纪倒数 想来她也没有好好准备高考 这也是如今 我性情大变的一个理由吧 保姆们非但没觉得 我身体里的性子换人了 还纷纷宽慰我 没考好就没考好 大小姐 你们家有钱啊 还怕这些 就是就是我外甥 他们班有个同班同学 高考没参加 照样去国外潇洒 度个金回来就是海龟了 可抢手了 大小姐这些东西你真不要了吧 那我们可拿走了 我笑着挥挥手 是一保姆们 赶紧把淘汰下来的东西拿走 我不想看到 她留下来的任何东西 既然我现在是理税严 家里的一切都应该按照我的喜好来 我特意查了我的余额 每个月一号 银行卡就会汇入一百万 标注零花钱 存款更是吓人 已经达到了一个小目标 这些是我曾经做梦 都想不到的好东西 怎么会有人放着富贵的生活不过 偏偏要和一个穷光蛋 互换人生呢 即便是她重生了 也应该好好过日子 而不是掠夺另外一个人生 作为这起事件的获利者 终于开始过上了 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人生 09 铃声给我发了消息 她发现我更换了所有社交账号 所以才通过手机号找上了我 铃声 我以前就很喜欢你的名字 铃声实践录 多么有意思的名字啊 不像我 不过是随随便便起的名字 难听死了 铃声 哎 忘了告诉你 这次高考 我考得比前世还要差 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 你就等着羡慕我吧 等她不再发消息 我盯着手机看 我打开通讯录 直接找到爸爸的选项 随后给对方拨电话 接电话的是李富的秘书 秘书 小姐 先生和夫人今天晚上回国 有什么事吗 我想了想 还是把我这次高考 没考好的事告诉她 秘书在一旁笑了起来 小姐放心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对您而言 不需要这个转折点 如果需要 我可以替您准备 申请留学的材料 不需要高考成绩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那就麻烦你了 挂了电话后 我还有些唏嘘 普通人想要改变命运 不得不依赖学习 是金钱如粪土 前提是 从来不为生存担忧 他不需要很多钱 而需要很多爱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体会过 没有钱的滋味 我不需要很多爱 我只需要很多钱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 尝过有钱的滋味 十 秘书为我准备留学的事 很快就被父亲和母亲知道了 他们难得回国一趟 也难得回来见我 一对忙碌奔波的父母 此时身旁放着行李箱 正在大谈特谈 有关生意场上的事 见我下楼也没有收敛 李福看了我一眼 听说你高考受挫 选择出国 你终于长大了 学会自己拿主意了 李母犀利的目光也朝我看来 眼中带着赞许 想好了就去做 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替你兜底 钱不够 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有这样的父母 难道还叫没有亲情吗 这简直就是除了金钱之外的意外收获 我实在想不明白 现在的铃声 为什么要护换身体 这个身份 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缺点 吃饭的时候更是温馨 很难想象一家人坐在一起 可吃个的 谁也不管这谁 李母不会突然塞给我一堆不爱吃的东西 非要我吃 也不会在我吃了两口饭之后 把米饭拿走说会晕探 更不会在餐桌上对我说叫 说她对我有多好 要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报答她 我现在有点紧张 现在的铃声不会反悔吧 她说没有换回来的机会 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她反悔之前 我得抓紧时间准备出国的事 等我到了天涯海角 现在的铃声就不会找上我了 十一 高考成绩出来了 不出意外 铃声拿到了是状元 在第一时间 她就发朋友圈 炫耀着她考上了清北 铃声 我感谢我的妈妈给我母爱 感谢我的爸爸给我父爱 我很喜欢我的名字 铃声实践录 同学们很快 让我们一起在清北的校园里相遇吧 铃声实践录 这个重男轻女的名字 还真是被玩出了花样 当初 他们可是想跟我起铃声子的 也幸亏登记户籍的员工 假装耳背 给我写成了铃声 铃声的妈妈说了好几次 当初如果叫铃声子 说不定现在就有儿子了 而与曾经的李岁岩相熟的同学 都询问我的成绩 我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这次没考好 所以准备复读 每个人来问 每个人都是这么打 铃声来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 铃声 你就继续复读吧 今年结束高考就要改革 你就算再怎么考 也不能够适应现在的考试环境 到时候 你还是比不上我 铃声 忘了告诉你 我妈妈怀孕了 很快 我就会拥有一个可爱的弟弟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和家人反目成仇 走着瞧吧 这辈子你是永远的loser 给你一个忠告 你千万不要出国 你要是出国了 你这辈子都会毁了 哈哈哈哈 怎么打都是死路啊 我只回了他一个问号 和上了手机 一个弟弟 哪里值得铃声高兴 不过也好 起码分散了妈妈的控制欲 就让铃声 短暂地体会一下铃家的爱 不出国 怎么可能 凌晨 我坐在头等舱 等待航班起飞 对了 我改名了 我叫李希同 十二 铃声还留了一手 但不是我想的那一手 他开通了一个自动转账 每个月会从李岁岩的银行卡中 转走十万 想必是想作为他的启动资金 我对钱格外敏感 那天查用户流水时 就发现了这笔自动转账 有趣的是 另一张银行卡的持有人名字 也是李岁岩 我又查到 在互换身体的第二天 有人取走了卡里所有钱 转入到铃声的账户 这笔钱 就当是给铃声的奖励 奖励他给了我这么好的身体 改名之前 我注销了我所有银行卡 爸妈给我准备了新的卡 以及提到每月千万的零花钱 不知道铃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 他的零用钱没了 十三 几年后我学业修程 回到国内 身边还跟着我在大学时找到的男友 这次回国 我是打算和他结婚的 在落地后 男友的家人将他接了回去 爸爸的秘书亲自来接我 将我送到李家别墅 车刚停下来时 从角落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女人 秘书不为所动 继续开车 同时也告诉我 小姐 往后遇到这样的 你得小心 不用自己处理 打电话给我 我会替你处理好的 我点头 秘书继续往前开 我却发现对方的面容有点眼熟 那是我前十八年 每天早上起来 都能在镜中看到的面容 而如今熟悉的脸上 没有了青春痘 但还是没有长出一头秀丽的长发 手指变得更加粗糙 整个人也变得更加黑 就连眼神也不再像以前一样 意义有光 反而充满了疲惫 他在看到我的一刹那 突然大叫起来 林申 你下来 我有些疑惑地看向秘书 林申 好耳熟的名字啊 秘书的脸上也有些茫然 这 我也不知道啊 毕竟是我爸的秘书 自然不知道 我身边的人是交往 他自然也不知道 我在离开国内前的同学 人家可是打理 亿万富翁饮食起居的秘书 哪里会记得一些小人物呢 既然都不认识 一脚油门开了过去 等回到家里放下行李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林申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十四 林申的确被清北录取了 不过 他只是是状元 除去他 全省还有不少状元 学校给林申了一笔不菲的奖金 支持他上清北 在开学的前一天 林申大板宴席 不仅请了全校的同学 甚至还请了林家的所有亲戚 做足了面子 林申一点都不在乎这点小钱 开开心心地去上了清北 不仅自己去上学 还带上了林父林母 一家三口 再加上肚子里的孩子 在这期间就能建立公司养活全家 林父林母自然信了 毕竟是商人世家培养出来的孩子 再加上前世也有做生意的经验 林申一开始 还的确闯出一些风头 那段时间是做互联网的风口 但凡有一点审美 就能做出一番事业 林申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可转头他开公司的钱 就被林母全部拿走 林母已经生下孩子 自然是逼迫林申带弟弟 自己不用带孩子 还可以享受金钱 简直不要太爽 只要林申有一点反抗 全家就会巴掌伺候 只要林申上网吐槽 就会立刻被林母发现并且责骂 公司很快就亏空 林申焦头烂额 还得想尽办法照顾弟弟 等到大二的时候 他一门课都没有去上过 期末考试更是全部不及格 原本学校老师还看在他带弟弟的份上 想让他休学一年 没想到林母转头就给他办了退学 林申带着恨意 询问林母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母直接往小区楼下的地上一坐 呼好起来 我女儿读书读傻了呀 家里也不照顾 弟弟也不照顾 像他这个年纪早就应该嫁人了 专家都说了 他这个年纪结婚生子是最合适的 现在好了 非但不听我的话还来打我 高考的时候 我天天做饭送到他学校去 没想到养了个白眼狼啊 考上了清北就不要当妈的了 大家都来评评理呀 那时候互联网才刚发达起来 林母当街耍赖的模样被人拍了下来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传播 但也被四家侦探找到 一并放到我手里 如今林申高中毕业 家里的钱早就被花完了 一家四口赖在出租屋里不走 林申总是想办法联系我 但我早就出国了 他根本联系不上 他还试图联系过我爸妈 可他们本就日理万机 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上 怎么会顾得上别人的女儿呢 看着这些调查报告 我觉得更有意思了 我上辈子到底过成了什么样 才让他想尽办法和我换走人生 15 和男友订婚的那一天 我又见到了林申 我们没有大半特伴 而是两家父母坐在一起吃饭 我的男友出身不菲 我们两人安静地吃饭 只剩下我们的父母 正在讨论未来的合作 我们二人时不时提出观点 并添加一些细节 四个日理万机的大忙人 聊完之后 就撇下我们二人各自回公司 一个端着红酒的女生经过我 突然他惊呼了一声 手里的红酒落在我男友的身上 女生掐着娇滴滴的嗓子说道 对不起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男友皱了皱眉 却还是保持着绅士风度 没事的 不用担心 我正要安抚服务生 不要紧张 抬头却看到了这个女生的脸 林申 只见他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先生真的对不起 这件外套我赔给你吧 多少钱 我努力打工 我一定能还你的 男友还是言辞拒绝 甚至喊来了酒店经理 经理一看到林申 立即黑了脸 承诺将我们这顿饭免单后 带着林申离开 用过晚饭后 我和男友肩并肩 走在江边的小道上 他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随即脸黑了 他将手机递给我 童童 你自己看吧 我结果一看 顿时忍君不禁 林申时见路 贺先生 我知道你和你的女友 是魄鱼家族才在一起的 我可以帮助你 你家我好友 我才是你的真爱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林申这是小说看多了 男友直接将其拉进黑名单 转头看我 面带委屈 你真的是因为魄鱼家族 才跟我在一起的吗 我笑着往他肩上锤了一圈 别闹了 我刚跟你认识的时候 我们两个可都是穷光蛋 那时候我真以为男友是穷鬼 毕竟他那时候刚画完画 身上全是颜料 看起来和流浪汉一样 而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想着接下来的论文怎么写 头也没洗脸也没洗 人字托还少了一撇 我们两个在遇上时就爱上了彼此 为了维持人设 我还特意装穷 装成全部家当都用来出国留学 只能够去打工赚钱的穷苦留子 我们两个快乐地送外卖 快乐地抢超市大折扣 当我将他一幅画卖出一千万币时 我们两个感动地落下泪来 还真像是一对交不上房租的小情侣 突然从口袋里找到了一万块 结果在一次慈善晚会上 我们直接撞了个满怀 没有误会 没有曲折 相识一笑之后 互相调侃对方装穷鬼实的模样 我抬头看向天空 突然有点好奇 在另一个世界的时间线里 我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人那么念念不忘 才让人想要顶替我的人生诡计 可人生从来不是诡计 而是旷野 即便是重来一次 我自己也不会再走一遍前世的道路 番外 我现在还是李岁岩 但我马上不是了 在我醒来的一刹那 我就知道 我终于回到了铃声的转折点 在所有同学中 放任我在国外不管 为了报复爸妈 我把所有坏习惯都经历了一遍 抽烟喝酒 那都是小孩子干的 我更喜欢参加party 烟雾聊聊间 到达另外一个世界 等到他们发现时 我已经没救了 看着爸妈眼中失望的表情 我觉得更加好笑 从来没有爱过我 何来失望呢 我刚回国 正在戒毒期间 那段时间精神萎靡 恰好遇到了同学聚会 也就是那一天 我知道了我从来看不起的铃声 变成了什么模样 他考上了清北 靠着学校办了一家公司 借着自动化的风口 很快成了圈内的新贵 看着铃声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很讨厌 网上都知道 铃声和家里人关系不好 即便是赚了钱后 也每个月只给家里打十万块 我爸妈不爱我都能够打一百万 铃声这么做 真恶心 而且他已经上学了的弟弟 更是在短视频中痛诉姐姐 从来不管他 那可是和他同父同母的弟弟啊 他居然如此冷漠 真让我觉得恶心 更让我所不理解的是 铃声居然有个很厉害的男朋友 身上充满了文艺气息 听说是铃声代表学校出国比赛 在庆功宴上 男人走错了 不小心撞到铃声的怀里 还洒了他一身的红酒 两个人就此相识 即便是铃声结束比赛回国 男人也不顾学业 直接追回国内 那个男人我见过 他的爸妈和我爸妈相熟 曾经两家还开玩笑说 要把我们凑在一块 所以铃声是抢了我的男朋友 我一定要夺回来 不 我要成为他 把这些夺回来多累啊 还不如从一开始我就是铃声 我要享受着他的人生 出尽风头 那天晚上回去 我按捺不住我自己 拿上我的护照 直接出国 在狂欢了一夜后 我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高考那年 我现在还是李岁岩 我知道我重生了 我跳转了无数个链接 终于潜入到一个神秘论坛 找到了上辈子 曾经看过的一个帖子 博主承诺 可以帮助人实现愿望 可以让两个人的身体互换 而且以后绝对换不回来 而且博主手里只有一份 是家里祖传的 卖出去后就没有了 我毫不犹豫地 把药水买回来 还有一颗转换时的药丸 药要下酒酒81天 不仅要我喝 对方也得喝 在7749天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经历一次剧痛 而等到81天之后 我想什么说换就什么说换 高考结束的晚上 我毫不犹豫地吃下药丸 等待我的转换 从现在起 我是林申 她是李岁岩 不对 她改名了 叫李希同 可一切都错了 为什么父爱和母爱 会变成这个样子 妈妈不是很爱我吗 为什么我必须按照 她所做所想的来 我好不容易建立起公司 想要像林申一样 叱咤风云 可转头 公司里的钱全被取走 没关系 我可以继续学习 到时候一定能够 出国遇到我的Mr.Right 可为什么我被退学了 那我怎么见到他 在得知李岁岩回国的那一天 我特意去找他 眼看着爸爸的车 从我身旁经过 他们看都不看我 不过没关系 听说男人是对林申一见钟情 我现在就是林申 我也可以让他对我一见钟情 可我失败了 他对我无动于衷 而李岁岩在一旁 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个小丑 没关系 我知道他手机号码 会员登记的时候 写了手机号的 我还特意用别的软件尝试 确定手机号的实名 是他之后 才加联系方式 可他并没有通过我 我只好又发了第二好友申请 可是消息发不出去 我才知道我被拉黑了 为什么 为什么重来一次 我还是过得不如意的那一个 我很愤怒 酒店的经理将我大骂一顿 问我到底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什么会装成这里的服务生 我懒得搭理他 浑浑噩噩的从酒店里走出来 手机突然响了 我顿时惊喜起来 一定是刚才 他们两个还站在一起 他不好意思 回我假装拉黑 实际上两个人一分开 就赶紧将我加回来 可没想到 发给我消息的不是他 而是他 我们的对话框里 还停留在几年前 我被退学的那一天 我 林申 求你了 我们换回来吧 李岁岩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而现在 他终于回我了 他说 你想说看多了吧